说是要等老公结果过没几分钟店家就看不到人影 同一天这名女子跑去看医生 原本在低头填资料 结果趁着四下无人 伸手就往桌子中央拿走摆钞 还打开旁边消毒盒再拿300元 不只是这样 过两天女子在花莲民国路兰计程车 说要到监狱找男友 但后来返回市区下车时付不出钱 说要领钱 没多久又改口说自己户头有问题 运将气到报警 车子就700多块 700多 他现在有办法拿到钱吗 他现在好像没有办法拿到钱 他说怎么到户口里面还有钱 我说我哪里有时间去陪你这样 那我们就走司法程序 原来这名无姓女子到处偷窃 在这个月10号跑到超商摸走3C产品 弹性绷带到吃的肌肉串甜甜圈都有 被逮捕的过程中还咬伤远景 原本被遗送后交保后船 没想到他竟然不知悔改又再度偷窃 13号开始先在医院偷钱 又在餐厅白吃白喝 隔天又偷路边临庭车上的羽绒衣 凌晨在搭计程车补付钱 他来以后他就跟警察就 他说你们为什么又来抓我 又要来烦我这样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吵架 然后后来警察把他带出去 这名女子六天内五度偷窃 在花林市区彩券行 超商小吃店白吃白喝都没付钱 还不包括有些店家没有报警 被花林分局认为影响治安重大 请检方深压 现在女子已经遭到深压 希望不再有店家受害 TVBS新闻高绽红 李璐花莲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